哈囉大家好 請 那我們今天就來一下我們一拳超人 英雄之洛啦 各位 我今天本來阿 就是想說就是 因為我們之前不是跟大家介紹的那三隻角色嗎 就是我們這邊的這個 墨山阿 然後原本今天想說我們就來抽一下墨山 結果當我要抽的時候呢 已經沒了 我好像每次要抽角色的時候他都沒有了耶 所以我之後的話如果看到好了的話 我應該就是 開頭的時候就要先抽 欸不是 為什麼要消失的這麼快阿 我記得也沒有過很久阿 為什麼 這也是怪人畫墨山跟這個垂柳 還有我們就是那個誰阿 就是那個 覺醒文少女好像很快就結束了 欸好險我們這邊覺醒文少女 是因為有英雄通行證跟這個 妻子登錄所以可以拿到了阿 那比較可惜一點點 但是最近的話 這邊最喜歡的那個模式又來了 好不好 就是我們這個加減模式 這個我真的 蠻喜歡的啦 因為 你這個基本上的話就可以慢慢就是 一直加過去加過去 然後就是變更厲害這樣子好不好 所以今天的話就只能玩這個了 原本是想說就是 可以抽一下墨山 然後看一下就是 墨山的那個能力 因為 上次基本上看起來的話 我覺得墨山還是蠻厲害的 然後有觀眾是跟哲平講說 因為他本來就很喜歡墨山這隻角色 所以他就會就是 去選墨山這樣子喔 那如果大家就是怕自己打不贏的話 是可以先看一下 後面的這個配置 然後走一個就是 比較好的一個走法 這邊加7啦 然後這邊的過去的話是加12 所以總共的話是這個 124 124這邊 13 136 基本上100多是可以的 然後再加11 然後100多是可以打到這邊 然後這邊再乘以2吧 對不對 對 然後這邊就要減197了 喔 所以要走到這個 45的這邊 乘以2走到45 然後減197 然後再162這樣子 然後再過去 然後應該要走上面 走上面然後加過去 然後對這邊的話最高就是 因為你走這邊的話乘以2 下面可以乘以3欸 -153之後乘以3 然後 這邊-562 好 那看來應該是過得了 喔 好 第一波應該就可以 因為我每一次就是 都會就是少了一些東西啦 那如果大家怕自己打不贏的話 也是可以上去拿那個 藍色方塊 因為藍色方塊那個的話 這可以就是 幫你升加東西 然後聽說就是你多去打敵人的話 也是很不錯 你就可以就是 累積更多的經驗值之類的這樣子喔 152 加11 這邊是打過去的 可以 然後這邊加13 加14 開扁 然後這邊就可以升級喔 升級好像更好一點點 那我們來升級一下好了 好 然後這邊乘以2 然後 305 然後45 -197 打162 然後看一下這邊喔 這邊可能就要往下走了對不對 欸沒有 179 然後走完之後往這邊扣 然後乘以3 OK 所以179 往上走 吃這個 再拿這個 哇 我們這邊396欸 他怎麼吸過去了 欸 因為我打贏他 所以吸過去了嗎 為什麼下面這邊會吸過來啊 為什麼 真特別 然後我先看一下喔 這邊的話 下面-153 這邊的話會變成 429-150 大概就知道 429好不好 我們看一下 429-153 那是乘以3 這樣是828 打得贏 然後這邊是 429-2 858 那走上面比較好欸 這邊比較多 858跟820幾好不好 所以大家可以算一下 858 然後 打完這邊的話上面可以加174 打上面 打死 那有時候撿那個藍色方塊是真的比較好啦 我這邊推薦大家 然後這邊 加64 是不是跟除以2差不多啊 欸沒有欸 我們這邊好像比較慘欸 1096有沒有 1096 減掉562 這樣我們剩534 好像都一樣慘 都一樣慘 打不贏了 那我們就要去訓練室了各位 這邊有沒有 我記得有那個 加速10倍的那個環節 這模式我是真的還蠻喜歡的 因為 這模式的話可以就是那個 看一下就是後面這個傑諾斯有多帥這樣子 啊我怎麼這邊骰這麼爛 欸對啊 什麼意思 我骰超爛的欸 哈囉 我骰超爛的我都沒有升級欸 他原本不是都一定會給你升級的嗎 那現在是怎樣 怎麼瘋狂骰失敗了 啊有啦終於成功了一次 618了 我們先把這邊的這個石頭按完 他之前不是有那個一次加10的嗎 就是一次把10個都弄光了 為什麼這次沒有 就是快速的那個 618 他不是有快速加速環節嗎 還是因為我沒有課金的 所以現在不給我那個快速加速環節 還有嗎 我們現在先把這個313的這個方塊按完 可是他好像會再給我更多的這個方塊對不對 就是如果用到方塊的話 為什麼記得他以前有那個加速的那個石啊 他現在不給按了是不是 有快速加速石啊 而且他 瘋狂失敗 太誇張了 這個好像是今天啦 就是我們這個3月9號出來的 所以大家又一段時間可以來玩這個 這個確實是真的還蠻好玩的 來給我多一點 可以喔 這好像是加經驗值的 這個不是加戰力的 這個藍色罐子是加經驗值 然後 其他藍色這些的話就是 會可以加那個戰力值這樣子 然後方塊就是方塊這樣子 這個是加經驗值 我們這是等級升高啊 等級升高的話應該是 拿到的一些東西也會比較高 訓練的這個能力會變成12倍 就會變比較高一點點 我怎麼瘋狂一直在 瘋狂一直在加這個經驗值 那現在來說的話因為我們墨山這邊的這個角色 已經換一輪了吧 所以再過幾天的話應該 又會有新角色出現了 所以到時候再來看一下 究竟又會有哪一些就是 有趣的這個一拳超人的角色出現 綠色的也是可以加戰力的喔 給我多一點 應該是因為我以前都是用那個什麼 用那個加速環節所以我就 忘記他有這個 他有這個就是失敗環節 因為他都會跳過 為什麼我們這次沒辦法跳過啊 是不是 是不是沒花錢啊 各位 好我們先把這個 第一輪的這個部分打完 695 然後170 欸不行欸那邊要 哇靠 那邊要1243欸 所以我還是要回去訓練所這邊一直弄 哈哈哈 我還是得在訓練所這邊一直弄啊各位 好 我先來把他自己下弄一下 我怕拖太太太久的時間 我先把這邊全部弄完看一下 能不能到達就是1萬多 不是1萬多啊1000多 如果不行的話我們就打不贏疫苗人了 笑死了 先來看一下待會兒的畫面 乾乾 好那我們這邊的話呢 試一下哈 把他用到了1955啦 那就直接走起一波了好不好 不怕疫苗人啦 GOGOGO 來直接打爛 我每次好像都沒有辦法 就讓大家看到很後面了 所以最近幾天的話我們就來看一下 因為他試一下的話還是就是要去 累積蠻多這個資源的 然後才可以升級起來 我好像每次打完文少影就沒了對不對 這個下面一隻好像是地底王嗎 還是誰對不對 那個是我們的這個 對地底王然後再來是文少女 我每次好像打完地底王我就沒東西了 哈哈 好在這邊看起來的話呢 來算一下齁這邊321 然後186然後那邊一定會-1057 所以感覺應該是下面加起來會比較ok一點點 好我們走下面 186 1233 打死 增加點經驗值 然後151 打死 然後先踏到這個就是比較大的這個高台上面 然後開始思考 到底要往哪邊走 那邊看起來上面是-110 然後你如果走中間的話就可以就是 打1980然後又可以加300又可以加 243 看起來怎麼樣都算都是上面比較賺 然後1980 然後243 就慢慢一步一步走過去 除非他後面會直接擋我們 但是他這邊有一個開闊的場地啦所以沒事 然後這邊的話是先-1131 然後乘以3 我們來算一下齁這個 小算盤就要給他開啟了這個 3369-1131 這邊的話是 2238 然後乘以3的話是 6714 記一下 然後3369乘以2的話是6728 所以 走下面會比較ok一點點喔 好那我們這邊 可以去拿個藍色方塊 但是我覺得藍色方塊好像還好 有人跟我講說要多多去打這個怪啦 好不好 他們多多打怪應該就ok了 打死 然後除以2 這邊會變6738 然後6738這邊的話你可以走下面 然後 除以2 然後這邊 1258-1038 欸 這邊一個是除以2 然後一個是 -4160 我們先算一下哪一個比較划算 我們這邊走過去6738會先加1290 然後再加473 然後會減掉4160 將會剩下4341 然後我們6738除以2的話 4341 等一下喔 6738加1290再加473 然後 會 這邊會等於是8501 減掉410 4160的話 8501-4160 等於是4341 那走下面比較賺 走起 呵 直接走喔 還可以打死這一隻 然後加 然後再加 好不好 然後 這邊 -4160 完了 就要回到我們就是那個 訓練室探索了喔 好那試一下的話 哲平會先把我們這邊的這個 都先給他弄起來 那 大家最高的話 最遠的話是打到哪裡呢 你們可以跟哲平分享一下 然後 記得啊 就是不要跟哲平一樣 我每次真的很容易就是 要抽那隻角色的時候 那隻角色就消失不見耶 不過他們之前的話 我記得不會 那麼快就結束嗎 怎麼這一次這麼快就結束了呢 那你們有沒有抽我們墨山 或是我們這邊的垂柳 或是我們的文少女呢 都可以分享給哲平知道 你們覺得他厲不厲害喔 哲平這一次 好不好 錯過啦